我们下车的车数据 大家好我是游游怪 答备听咯 现在是当地时间的周三下午6点 明天就是真烫第一天了 我们那个小飞机开的挺快的 两个小时就到了 飞机上的金黄弩度很浓浓 对 和大家聊的都是什么Kickstarter什么的 一听就是猪油玩家 还有人说一会儿要什么主持demo什么之类的 我们这一次还挺幸运的 因为我们频道老观众可能知道 我们前两次都是自己来的 对吧 这一次我们有一起同行的小伙伴 有伙伴 但是我们这次因为行程定的比较仓促 所以我们没有找任何的这个Events 所以就基本上我们空余时间 除了逛展之外可能就是和小伙伴一起玩游戏 对 然后之间还联系微信联系到了 那个旗鼓相当频道的汉斯他们 所以我们这次可以线下认识 我们现在准备进去去取真抗的batch 这样的话我们之后四天就可以去会场了 给大家看现在这个真抗取票的这个队列 现在是周三的晚上 我们去年来的时候完全没有这么多人 周四正式开始的时候都没有这么多人 我们现在已经被这个阵势吓到了 我们刚刚取了败子现在整个戏聊点吃了 我们刚刚取了败子现在整个戏聊点吃了 我们现在正在排这个队呢 是要去领一个已经接种疫苗的一个手环 因为健康的话现场他们有一个要求 就是你不打疫苗 不打两针疫苗的话你是不能来的 那我记得我们2021年去年来的时候 没有这么一个环节 就取了那个badge 徽章之后就回家了 这次多了这么一个步骤 然后这个队呢就是一个蛇形前进 所以一直在走 据说是要排队排个75分钟最长 所以其实还是挺可怕的 我们排队排了快60分钟 现在来到了最后一个房间 我们在蛇形前进 这个队列的镜头我们就可以拿到手环了 我周三的晚上就是排队渡过的